在操作的世界,指数期权的领域,美国标普S&P500在2005年开始起 有了每周到期的S&P指数期权SPX 更奇特的事情,是每周推出的SPX到期日可以是星期一 三或五,利用SPX指数期权作盘路上作对冲或方向性策略 是现金交收的,投资部为的赚鱼食,变得清晰利落 过去数天,美国导瓶斯指数来了一个短暂回套 主要原因是埃塞我比亚航空所用的波音737MAX8机序 拖累了股价,波音是导瓶斯指数30成份股之一 刚过去的星期一,美股开始时,估售压力去到大约200点 交易时段,则有三个关键大段落,要勤加注意 中线及短线可做到,成功的操作法则如下 顺势操作加好严守纪律加好想好策略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太硬,不要预设立场 操美国股票及期货市而言 一些操盘人会把以美国东岸纽约时段计 三个机率还好的交易区如下,10到11,下53点 1.30分到下52点15分 3.15分到下53点45分 市场在开始支持最多集音,要判断大市向上或向下非常困难 专业操盘人,装加在9点30分至上50点 可在市场或非交易所的黑池作买卖 早上11点15分分到下51点30分 有一缺操盘手尽量不再加入投资部位 这个时段,市场波幅收窄 下午2点15分分至3点15分分 不会频密交易 杠杠外汇涉Bodak FX的操作方法 又有一点而不一样 插刀式的崩盘或大升 必须顺势操作 不宜溝淡 否则越输越深 GBP、USD英镑对美金 在下以远江州二晚大比数 否决硬决欧后汇价转向强劲 现时在1.3275徘徊 刚落不此刻再有上升趋势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前提下 专业的投资者显然变得小心翼翼 现在的世界市高频交易HFT 我所指的是百分之七十美国的股票市场成交量 由机械人搬的买卖操作 希望做到绝对回报 4月将至 又是美国每季业绩公布的开始 万众期待的无线以统艾波得意 绝大可能会在3月25号 苹果的记招会下介绍产品 将会为苹果带来新收入 不者相信FAANG股 在2019年下半年波动 始终有机会再上升 尼夫科涉则在迪士尼及苹果 将进军串流娱乐技术下 更多人会被记 我在4月会增加不对 等下的期权策略分享 我们下期权策略分享